注意,大批中国人正逃往非洲避暑,又想骗我去非洲,很多人认为非洲现在炬热,当我们到达肯尼亚时,小伙伴们惊呆了,非洲一点都不热,相反非常凉快, 去非洲避暑真不是段子,受不了高温制考,湖南仁阳翻约上四位广西好友去国外避暑,还不忘在微信朋友圈调侃一番,陆下一来,中国大部分地区颜值爆表,开启火炉模式,纷纷拉下高温预警,部分地区最高温甚至超过40摄氏度,高温让耐不住制考的中国游客逃往境外避暑, 中国旅游研究院与中国最大的在线旅游公司和出境游服务商,携成旅游大数据联合实验室,近日共同发布的2018年蜀西旅游大数据预测报告显示, 避暑成为中国游客蜀西出游的主要动机之一,记者在湖南长沙走访多家旅行社了解到,6月至9月是出境避暑游高峰期, 中国游客最亲爱的出境避暑游户的地,是东南亚海岛与南半球国家,反集结旅游受热捧, 非洲成为中国游客避暑旅游地的黑马,在长沙天心区一建筑公司上班的周滨, 正在规划家庭境外避暑游,太热了,家里空调一天到晚没停过,提前休年假出去避暑, 周滨计划带孩子前往非洲看动物吃剂,另一些想要远离高温, 但经济条件有限的中国游客,则选择甘肃,青海,宁夏,内蒙古等夏季气温偏低的中国国内城市纳粮, 湖南某国,继旅行社出境游负责人上镜表示, 继入暑假的中国学生群体,及家庭是境外避暑游的主力,高温催生了热经济, 众多旅行社和旅游服务商相继推出各种避暑游产品, 长沙一家大型旅行社不仅发布了,2018暑期十大最佳出境游避暑目的地, 还联合上海某旅行社准备分开境外避暑游包机和专利, 我们积累了很多境外避暑热门地的旅游资源,以应对迅速增长的客流。 该旅行社品牌发展部负责人黄敬说, 今年暑期去非洲避暑的中国游客是往年的两倍, 中国旅游研究院今年6月27日发布的中国出境旅游发展年度报告2018成, 预计未来五年,中国出境旅游市场还会有5%左右的复合增长率, 到2020年每年将有一点五七亿国民走出国门,到世界各地去旅行, 经济增长是中国游客出境游的主要因素。 湖南旅游界资深人士郭湘敏表示, 从目的地消费行为上看, 中国游客最青睐的是避寒、避暑等旅游体验, 网友看后表示。